关心财经的议题 接着是由DSG财税法事务所赞述播出的财经报你知 首先美国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冲破了133点 不止数据创下了18年来的新高 也显示美国民众持续看好经济 受到了美墨贸易协定的限制 原本在墨西哥设厂的日本各大车厂 都将被迫迁移工厂回到美国生产 全球的金元龙头台积电宣布 超越英特尔率先要来推出7奈米骑士电晶体 最后是日本大企业伊藤中商市宣布 投资中国电企点公司900多万美元 要来全力发展电动车